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时候这个上午茶 什么时候午餐 什么时候下午茶 什么时候晚餐 然后什么时候这个定时的过来做podcast的节目 然后什么时候睡觉 我是一个生活比较有规律也比较喜欢规律的人 那么一到周末的时候呢 因为家庭的这个各种活动 然后呢 有的时候也是我太太一些这个突发奇想 突发奇想的这种事情呢 或者旅游的计划呀 这个我的这个规律就会被打破 那么作为我个人一个 大家可能觉得很无聊很boring的一个人呢 这个规律被打破的时候呢 其实感觉有的时候这个不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对于有规律的我来说 我觉得这个周一到周五 weekday 平日 这个 我觉得生活呢 比较惬意一些 比较舒心一些 因为我有这个规律 那么到了周末呢 没有规律 然后呢 家庭的事情又很忙 所以呢 其实我还是这个 蛮喜欢周一到周五的生活的 嗯 所以这个周一去上班的时候 也不会觉得 也不会觉得压力很大 也不会觉得很不想上班 这个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是什么样的啊 反正我是一个这样的人 那么我们今天呢 其实不是要讲星期一 今天的主题呢 是这个在我的上班的地方 我的单位啊 嗯 大家可以说我的公司 但是因为我不是在公司上班 我是在政府上班 我是一个公务员 所以我一般会说我的单位 嗯 英文的话就是like my employer 或者说my unit 而不是my company 如果是我的公司的话呢 是my company 嗯 那么如果说啊 说起来的话 应该叫做my agency啊 就是我在服务的这个 这个公共单位 嗯 嗯 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同事辞职了 辞职resigned 嗯 辞职了 辞去了他的职务 嗯 所以呢 我觉得正好借这个机会 这个以辞职为话题 来讲一讲 那么在进入主题之前呢 还是像每次一样啊 我们先复习一下这个 上一个上一集节目里面 涉及到的生词 那么上一集也就是第15集呢 我们讲了周末都做了些什么 周末 然后这个生词呢 第一个是朋友聚会 朋友聚会 朋友friends 聚会呢 就是聚在一起 不一定是开会 会面 聚会 就是gathering gathering with friends 那么聚会呢 既可以有正式的聚会 也可以有这个 这个非正式休闲的聚会 所以朋友聚会 肯定是这个一个休闲的聚会了 friends gathering 然后呢 我们还说了登山 登山的话呢 可以是mountain climbing 也可以是简单的 bush walking 这个山的难度啊 有难的 有容易的 都可以 都可以说成是登山 当然如果我们说这个登山 作为一项运动的话呢 很多时候都特指那种 高难度的 高技术含量的登山 然后我们昨天说了最高峰 就是在某一个地方 最高最高的那个山的山峰 peak of mountain the tallest 我们讲了澳洲的最高峰 mountain 然后呢 我们讲了一位中国的登山家呢 他说他穿着裙子 就上了澳洲的最高峰 穿着裙子 wearing a skirt 我觉得不是笑话 因为我的这个太太和两个小朋友 都去过这个Cosiasco 确实不是很难上 因为他都已经有这个修好的路了 如果大家到澳洲来 或者在澳洲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去一下 我上次这个时间不是很合适 所以没有去 但是呢 感觉是这个 比起猪莫朗马风来说 应该容易很多 然后我们说了博物馆 Museum 博物馆 有各种各样的Museum 博物馆也是一个周末 尤其是带着孩子经常去的地方吧 然后呢 我们还说了水族馆 Aquarium 水族馆 看海洋里 海洋动物的啊 昨天没有说动物园 但是动物园 我觉得各位初学者 应该都已经接触过了 就是一个ZOO 一个Animal Garden 动物园 一个ZOO 然后呢 我们昨天生词呢 还有这个公园 Park 相信对大家来说 不是很陌生 公园 然后我们说了派对 就是party 派对 也是周末的一个重要活动 然后呢 还有野餐 Picnic 野呢 就是野外 In the wild 餐呢 就是food Wild food or wild meal 就是一个 在野外的这么一个 这个吃东西的活动 就叫野餐Picnic 以上呢 是这个 我们上一个episode 所涉及到的生词 那接下来呢 这个我就进入到今天的主题 今天主题呢 是辞职 辞职呢 这个在中文当中啊 既可以是动词 也可以是名词 也可以做名词用 在很多时候 在英语当中就不行 对吧 就是 是resign 还是resignation 动词是动词 名词是名词 然后还有这个 时态的变化 resign的 那么在中文呢 就像我前面说的 语法很简单 中文的语法超简单 辞职呢 可以用作名词 也可以用作动词 然后呢 没有任何词形的变化 所以呢 今天我有一个朋友 我有一个同事啊 同事 college 我有一个同事呢 他辞职了 嗯 辞职了 那么中文当中表示时态啊 就是那个past tense 就加一个了就可以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有个同事 他辞职了 嗯 那么他为什么辞职呢 是因为他找到了更好的工作 词职 然后呢 找到了更好的工作 这个呢 在中文当中有一个特定的这个词汇 叫做跳槽 他跳槽了 嗯 什么叫跳槽呢 这个跳呢 是跳跃的跳 这个槽呢 指的是啊 喂马的 喂马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设备 一个设施 一个like horse feeding device 这个我 我还真的 我对于羊马在英文当中 我不是很确定啊 他英文叫什么 我还真的不知道 但是呢 这个马槽呢 本身也是一种中国的东西 就是像一个长条形状的 长条形状的一个容器 然后里边呢 倒上食物 就是给马吃 嗯 粮草 给马吃这个粮食和草料的 这样的一个 它不是一个盆 它是一个长长的这么一个容器 嗯 一个container 很大 嗯 要马的嘴巴能放进去吃粮食的 这个 这个叫做马槽 嗯 那么跳槽呢 说的就是一个马呢 从这个槽跳的另外一个槽 去吃别人家的粮食了 那么我们这个中文当中呢 嗯 这是现代汉语才有的 嗯 古代应该不会这么说 那么现在汉语说 这个人换了工作 就是他换了地方吃饭了 哎 就就说他跳槽了 就像一个horse 他jumped over to the other place for food 这个叫跳槽 嗯 所以他他虽然是辞职呢 没错 但是他因为他去了一个更好的 收入更好的呀 或者是工作条件更好的工作 我们说他跳槽了 嗯 那么这个跳槽呢 嗯 在这个年轻人当中非常的普遍 这个我父母的一代啊 嗯 他们是这个老一代 所以他们不太存在跳槽的问题 就像我 就像我父亲吧 他虽然换过很多工作 但他基本上一辈子都在同一个 这个雇主的旗下吧 嗯 作为一个大的集团 所以他不存在跳槽 他只存在这个转职 转职 哎 就是转了一个职位 change of position 这叫做转职 嗯 那么转职的时候呢 当然是有的是平级调动 same level transfer 平级调动 有的呢 是升职 升职 升呢 就是上升啊 升职呢 就是啊 升职就是promotion promotion啊 get promoted 我这个有的时候就会升职 嗯 他这个 那个时候的人呢 这个 呃 一般都是在一家 一家雇主 一家单位 一家公司 或者一家机构 啊 organization 一家组织 一直工作 然后呢 这个等着升职 加薪 哎 升职 加薪 然后呢 这个 到最后呢 嗯 到了一定年龄 退休 嗯 所以这个 我父亲呢 也是今年刚刚退休 终于这个 顺利光荣的退休了 今年 哎 所以所以这个也不叫辞职 这个叫做退休 嗯 那么这个 在中国啊 除了退休以外 还有一个比较 大家陌生的概念 叫做离休 嗯 离休 那么以前在前些年啊 特别普遍说 有离休和退休 那么这个区别是什么呢 退休呢 是一般人退休 叫做退休 离休的是特指在解放前 参加革 参加革命工作的 老同志 退休 叫做离休啊 但是条件是必须得在解放前 也就是1949年以前 参加工作 而且还是参加革命工作 换句话说呢 是为这个中国共产党工作 而不是为这个其他人工作 如果为其他人工作呢 或者比如说为 为当时的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工作啊 那个就就不算革命工作啊 就就不是离休啊 那么离休的干部呢 因为是在解放前就加入了这个 怎么说呢 the power side the right side 所以呢 这个退休的时候呢 条件呢会稍微好一些啊 但是因为 现在距离这个解放已经过了 今年是49年 到已经好几十年了 真的离休的干部越来越少 嗯 所以这个词呢 已经要淡出中国历史了 那么与此同时同样有一个 也会要淡出历史的呢 叫做下岗 下岗 这是在很特殊的历史时期 在2000年2000年左右的时候啊 这个中国那个当时做这个机构改革和国企改革 那么一些很多的这个老的国企 就是国有企业 state owned corporations 他们为了这个transformation 为了为了这个改革呢 把很多的这个工人 包括年纪很大的工人呢 这个要求他们这个离开工作 其实就是被 其实被就是被辞退了 就是被辞退了 但是呢 这个辞退不好听呀 所以呢 这个当时的政府就是想出一个 比较中性的词 叫做下岗 下岗 就是从你的岗位上下来了 其实呢 相当于这个西方世界的redundancy 他们就get redundant 但是这个redundant的配呢 据说呢 也不是很理想 就是直接把他们给炒掉了吧 这是一个当时历史时期的发生的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叫做下岗 那么除了下岗以外呢 还有一个词呢 这个更加古老 也已经这个被淡忘出历史舞台了 叫做下海 下海 going down to the ocean 这个是中国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很流行的一个词 就是说离开体制内的工作 比如说政府呀 国企的工作 然后自己去做生意 也是一种辞职 但这种辞职呢 因为有它特定的历史条件 所以它不叫辞职 它叫做下海 我进入了一片海洋 到里面去摸鱼了 那么当年下海的人呢 有的人呢 赚的是盆满钵满 盆满钵满 就是说赚了很多钱 那么也有人呢 可能在这个海里面就淹死掉了 drowned 然后没有挣到钱 然后呢 后来又有了不同的命运 那么这些呢 就是跟今天我说辞职有关的词汇 难度比较大 这个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大家能听懂多少是多少吧 但是这个是这个中高级汉语 大家肯定要理解的一些词汇 那么今天的主题呢 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Facebook上联系我 网址是facebook.com for forward slash the new chinese 最后呢 再次感谢大家收听 我们这个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